我听说一步的叶小白 瞒着所有人 嫁给了管一鹤 现在孩子老公 工作三丰收 人上瘾家 如今叶小白怀着孕 让她正常工作吧 出了点事 那是人命关天 给她点特殊照顾吧 其他人帮忙 总会有伦抱呢 尴尬的是 她刚转正就怀孕 马上要休产假 现在公司这么多项目 正是用人的时候 也许 听了半天 合着你们的规矩就是 怀孕了女生就是没坠 你们既是员工 也是女人 有朝一日 你们也会怀孕生死 到时候公司 员工 把你们也当累赘 叶小白现在回来 努力地想和其他人 一样工作 恰恰就是在为女性证明 你们不帮忙也就罢了 能不能麻烦闭上嘴 让一下我到了 叶小白 我是真伴当朋友的 可你呢 恋爱 结婚 怀孕 这么大的事情 你竟然不告诉我 跟何故事跟 跟管一鹤 你到底知不知道 你闯了多大的祸呀 你真是 上白水焦头烂的祸 你真是 很生气吗 你觉得呢 你让她在崔祖面前 丢尽了脸 她现在日子很不好过 你以为你今天那么说了 你们那跟面就一笔勾销了吗 何况管一鹤 还是她前男友 不至于吧 玛丽姐和管一鹤 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 多少年都一样 你想想看啊 毕竟她们相爱过 心里怎么说 都有些个影的 虽然我也理解了 你可你影响的是整个团队 所以你也别怪玛丽 你也不要怪大家 对你有看法 大家 也不是故意要怪你的 无论如何 我都要留在丰盛 我没有违法 我也很理解大家的感受 但是我希望大家 也能够理解我 我也不想连累你 再连累王岳岳 那以后 我们在公司就保持距离吧 你是没有违法 但你坏了规矩 早知道你跟管一鹤 要闹出这么大一出 我就劝你跟那个湖南土豪好得了 不过你放心吧 虽然你的情况很艰难 但是我也会找机会去帮你的 你也不要太过焦虑 孩子才是大事啊 从来就没有什么湖南土豪 一直就只有一个管一鹤 看我 你会一飞冲天的 谁像不像 好了 来 以后呢 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 尽管 偷偷告诉我 好吗 走了 谢谢 看手 看手 老贾 老贾 我觉得这你说这这个动作 你直接接这个动作 会不会舒服一点呢 我试试啊跟我来 一百七 看手 我还打不了呢就这样吧 来往下来接 再来一遍啊 罗丹 就是 我说妹妹你怎么了 练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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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儿吃 你们练练练练练练 还不是为小白的事啊 就又上班去了 我拦都拦不住他 我又不能跟着他去 那我就在家里边 就是个担心说怕了 你儿子不是 公司的高管吗 老公赚那么多钱 媳妇是外面日晒雨淋的 还好个月 可不是嘛 那早出晚归的 干嘛把自己搞那么辛苦呀 现在怀孕了 好好地在家养着 又不是没条件 年轻人太好强 咱们过来人可不能不管 那得多提点提点他们 让他们少走弯路 不会小福 没错 我这当妈的 还真得找一个机会 好好地说到说什么 你们全家商量好了 在哪儿生孩子吗 你说起这事啊 我心里那就不踏实 小白他找的还是一个 专攻妇产科的医院 那其他那科室的那些医生 他是寻诊 他不做诊 那有事还得有那个 你就约他们 你说那些综合医院 他那复产好的医院多的是 就光我知道的那个 那个叫什么 北大的深圳医院 还有人民医院 那不都挺好的吗 你说干嘛非要找一个 只有复产的医院 而且还是私立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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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